七十九 頭條日報 如四成文憑生放榜感緊張 2015年7月12日港文P02中學文憑師即將放榜 聖工會福利協會於今年1月至3月 訪問如以簽名中6學生 其中超過四成考生表示對放榜感到緊張 三成五人面對放榜抉擇時感困難 僅三成人有信心選擇出路 調查亦顯示 考生會科成績較如其差 僅有不足三成人懂得應變 社工曠號權認為 考生雖表示了解自己興趣、能力、升學、就業資訊等 但對於放榜後要即時作出缺責和部署缺乏信心 聖工會福利協會服務總監李維華認為 考生而利用放榜前幾天做好出路規劃 包括先計劃成績比預期高、低下的課程選擇 準備到各院校報名文件和交通安排等 並提醒考生預備面試上見問題 例如中英文自我介紹 足以下的學者 請考生 請教 Если身高指所 請教育 請教育 教育 請教育